大家好,上次跟大家分享过收割完韭菜之后 一定要及时的补充养分 那今天给大家看一下这两盆韭菜都是同一个时间割掉的 这一盆给它使用了肥 而这一盆就没有给它使用任何的养分 自然生长,虽然新叶分化出来 但是这两盆韭菜的长势一目了然 这盆没吃过肥的,长得比较矮小 不管是在田间还是阳台栽种的韭菜 都要给它割完之后,都要给它施肥 因为韭菜耐肥能力是很强的 要是想要长势好,达到高产 我们必须要给它充足的养分 尤其是要给它做鸡肥,银颈是长得不壮的 鸡肥的话就使用这种完全发酵,俯缩好的鸡分 把它埋在根部,这样韭菜就能有着源源不断的养分失收 就能保证肥肉的供给 当然韭菜不同的生长期需要给它 需要的养分量是不同 而且像这种鸡叶已经分化出 大概有10公分左右 所需要的养分量是非常足的 必须要结合一点化肥来满足生长需求 不管是浇灌还是喷洒页面 给它使用这种淡肥 就能咬效的出使鸡叶长得快 10天使用一次淡肥咬效的出使鸡叶长得快 好了,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